新分局征房车直接堵住嫌犯车辆 原警立即下车歹人 原来车上这名毒贩 在网路社群平台发布贩卖毒咖啡包的讯息 遭到警方锁定追查 小华的嫌犯为了躲避查器 竟然将毒咖啡包以红包袋伪装成护身符 并异想天开的希望能够招财 但网网恢恢恕而不漏 最后还是遭到逮捕 原警现场起出27包毒咖啡包 以及一包ケータミン 证讯后除了将嫌犯移送法办 也正寻现追砌毒品来源 接下来我们的报道